來 從底下賺出來的感覺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車款 是現代的Elantra Sport 那這一款的話是6.5代 其實6代跟6.5代的 後方的一個辨識的感覺 外觀上來說 我覺得改變得蠻多的 那這台車的比較厲害的地方 經理自己覺得 對動力 對開車的人來說 每個人感覺不一樣 有的人可能100匹就夠了 有的人可能要500匹 那這台車的是1.6升渦輪引擎 配上7速的雙離合器 所以整個的動力表現 算是非常的CP值 非常的高 我用多少的錢 可以買到多少的動力 這整體的一個CP值非常的好 再加上這台車的底盤 我覺得非常的歐化 譬如說它的後面的懸吊系統 就跟Golf的7代非常的接近 前面的話一樣是賣花層 但它的懸吊整體的表現 非常的一個硬派 非常的偏向性能 所以如果啊 這一台還有一台是非渦輪版的 Elantra AD的非渦輪的話 它後方的懸吊系統就不一樣囉 後方非渦輪的話是拖一滴的系統 渦輪的話是多連桿的系統 那前方的避震器的話 渦輪非渦輪的話 AD的系列 Elantra AD 這個世代的代號叫Elantra AD 就都一樣 後方不一樣而已 前方的話是賣花層的懸吊系統 那我想要了解看看 我很想要知道這個避震器是哪一間 所製造的 我覺得它 應該是韓國當地製造的 我覺得它的樹泥做得非常的不錯 前方的話可能感覺不太出來 這個是後方的筒身 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後方的話KT的配置是配7公斤 前面的話配... 後方的話是6公斤 抱歉 前方的話是7公斤 好 那像這樣多連 後方是一個懸吊系統的話 它的阻尼啊 非常非常硬派 應該比Golf 7代的阻尼 還要略硬一點點 這個是Mando製造的 那它後方上方有一個非常大型的上座 那一個上座的話就要沿用原廠的上座 我再壓一次給各位看 它的阻尼啊 算是蠻硬的 那今天要安裝的這個版本不是道路版的 今天的一個版本啊 車主的話已經有大概 在應該一兩個月之前有試乘過 它試乘的時候想要比較硬派一點的感覺 所以經理幫它配置的版本比較特別 筒身的阻尼啊 是禁忌的設定 但彈簧的話 公斤數沒有要拉得很高 一樣維持道路版的彈簧 所以後方的筒身的話 現在裝載在車上的是粗的 佛塞的話是大的 跟一般道路版不太一樣 這個是原廠的避震器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台車降下來之後啊 它的一個角度的改變 一樣喔 Camper角度會變趴 但它的下肢幣的內側 一樣有做一個偏心螺絲 可以來調整它的束腳跟陽腳 會同時改變 不然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一個 可以調整的角度的地方 這一顆螺絲 這一顆螺絲的話是 在後方在定位用的 可以微調它的Camper角度 還有束腳的部分 那除了那一顆螺絲 其實這個底盤真的跟GOLF基帶超像的 來 我們再來看一個角度 這個地方是在調整束腳的 那這個地方如果啦 有需要做大幅度Camper改變的話 就可以改這支陽腳調整器 但是這一台車 陽腳都能調 束腳都能調 會需要用到這一個 陽腳調整器的機率 相對來說就少很多了 下方這個束腳 後面的TOW來調整的話 這裡有一顆偏心螺絲 現在拍不太照 反正就是在這個下方這裡 這顆 這個螺絲的話 下方這個支臂的內側 它就是可以調整束腳的地方 那上方的KT的一個配置在這裡 它的上座還蠻大型的 那在上座的下方 來這裡有一個旋鈕 這個旋鈕啊 就是在調整後面的軟硬度的 那這個殘皇上方有一個調整機構 這個是在調整後面的車高 那這個桶身已經改成粗的了 這個跟硬板的桶身不一樣 因為這個是比較 競技的一個桶身設定 所以桶身的活塞是變成粗的 那當然啦 這台車還有一個重點就是 它的後面的彈簧一樣啊 因為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結構 請你每次直播都要講一樣的 就是它的桶身千萬不能說得太短 所以後面的安裝的話 細節可能要注意一下 然後這個是後方是一個多連桿的懸吊系統 好那我們來看前方 前面的車主又改了那個高動力 D1的多塞卡鉗 前面的話在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油管的固定架 ABS感應線的固定扣具 然後離載串的固定點 好那這裡這條彈簧就是7公斤的 200層7公斤 上方的話它在拆裝避震器的時候 需要 應該不用 好 需要這裡 需要把這個飾板把它拆開 5代6代都一樣 6.5代也都維持這樣的設計不便 拆開之後才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在這個地方 所以調整阻尼 軟硬度的時候 這個蓋子稍微掀開之後 從這個地方來做調整也可以 順時針的話就變硬 逆時針的話是變軟 這顆就是1.6升的渦輪引擎 至於KT的用料 我們裡面所使用最重要的油風 跟日本的TAM一樣 日本綠色的那個TAM 經理之前有到韓國去 韓國好像也還蠻 韓國也還蠻多人裝TAM TAM的話它所使用的油風 是日本最知名的NOK油風 KT一樣是使用日本NOK的油風 至於裡面填充的主泥油 跟我們人體裡面的血液一樣 它是傳達一個動力 最主要的一個液壓油 那KT所填充的主泥油 它使用的是義大利IP的主泥油 這個是大概那麼大桶 200L從義大利原裝進口的油品 不是在台灣混裝的油品 所以它的成本比較高 可是它的一個抗衰退度的話 相對就會好一點點 所以這個是KT用料比較特別 比較好的一個部分 那如果啦 你一樣是開類似的性能車 如果又想要試乘 或者是想要了解 看看KT改裝之後 帶來的乘坐感覺的話 其實可以跟車主一樣 跟我們的小編預約 那KT的工廠雖然在台中 可是我們在北部 在南部甚至是在花東 都有不同的地方 可以為各位來做安裝的服務 那有需要試乘 或者是有想要更了解 更多KT的產品的話 都可以跟我們小編聯絡 以上是今天Elan Transport的 安裝直播分享 謝謝大家 掰掰